我们注意到美方的有关表态 希望美方这次所做的决定是负责任的 初衷是支持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合作 美国曾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门组织 对该组织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是很严肃的事 如果美方这次是真心诚意重新加入 就应展现遵守国际规则 尊重国际法治的诚意 切直履行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 包括尽快全额补缴拖欠教科门组织多年的会费 不能把加入国际组织当作逛公园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更不能把国际组织当作低缘政治的博弈厂 加国际社会之工 谋求维护自身所谓全球领导力之私 也有点解决的 未经许整个人 未经许整个人 有点解决的